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晚一时旅 第二晚一时九晚 团长是名将级新闻 断然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于是日军悍然发动攻击 七七事变爆发 那么这个失踪的日军士兵是谁呢 他为什么失踪 后来的结局是什么 这个士兵名叫至尊局四郎 说起来也并非大奸大恶之人 在入伍前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梦想当一名作家 却阴差阳错被征兵入伍 派到了中国 在七月七日那天晚上 演习结束后 至村局四郎因肚子不舒服 没有跟队长汇报 就跑去方便去了 直到二十分钟后才赶回驻地 但正是这二十分钟 让事情变得无可挽回 日军第一连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一目亲直认为建议在弦上 不得不发 便不顾至村局四郎是否已回来 仍然发动了攻击 实际上至村局四郎的失踪 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其实没有这次意外 日军也会找到别的理由挑衅 这位无意中成为导火索的至村局四郎 很快就被遣送回国 并被开除出军队 这也是为了毁灭最正法 还好没有杀人灭口 不过到了战争后期 日军消耗太大 至村局四郎于1944年 再次北征召入伍 派到了缅甸战场 没过多久 至村局四郎就被孙丽人的远征军打死 恒施一国 刚才提到的日军第三大队大队长 一木清职 就是进攻卢沟桥的直接指挥官 也正是他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 事变爆发后 一木清职成为日本的英雄 为帝国强盛进城打响了信号枪 两个月后 被日本天皇继升为大佐 并授予精英勋章 不过到了1942年 这个恶技斑斑的一木清职 终于受到了清算 在瓜岛一战中 被美国最精锐的海军陆战队狂越 一木清职率领的部队 全部被打死 他本人也抛负自杀 日军在那次演习中的最高指挥官 名叫森田彻 是日军第一连队副连队长 下令进攻卢沟桥的就是这个人 在战斗中还亲自开着坦克碾压中国守军 战后 森田彻被日本天皇授予精英勋章 还被调到有黄军之花霉玉的日本关东军 在东北大地继续他的残暴之旅 不过在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中 森田彻面对苏军坦克 竟然狗血冲头 挥舞着战刀就冲了上去 结果被碾成肉将 尸骨无存 森田彻的上司名叫牟田吼连也 是第一连队连队长 也是日军在现场指挥的最高指挥官 堪称七级事变的罪魁祸首 七级事变后 牟田吼连也被日本天皇授予精英勋章 晋升为少将 1940年又被晋升为中将 被派到东南亚战场 在东南亚战场上 牟田吼连也也算战绩辉煌 俘虏十万英联邦军队 就是他的杰作 但后来败于孙丽人之手 被孙丽人打败后 牟田吼连也被撤职 回国边入狱被移 这在日军军界可是最大的耻辱 抗战胜利后 牟田吼连也作为已急战犯被逮捕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1948年就被释放回国 回国后 牟田吼连也在东京开了一家料理店 名字竟然叫成吉思汗饭馆 1966年8月2日 牟田吼连也在家中抱病而死 这些人都是前线将士 当时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名叫田代腕一郎 中将军贤 但跟不下隐功升职不同 田代腕一郎 在7月11日就被撤了职 当了替 罪养 田代腕一郎本来就有心脏病 听到这个消息后 心脏病突发而死 所谓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日军参与七七事变的直接当事人 没有一个友好下场 全都死于非命 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4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4108连续